这一家著名的家具设计中心推动创新 多年来与众多的设计师合作 完成数以万计的居家装修设计 产品使用最优质的材料和设计 致力完美于每个加工阶段 该公司寻求并运用创新的尖端技术 确保家具的美观及耐用 并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时尚生活家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设计师 一项对家具非常严选 来 我们欢迎我们的Marco设计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Marco 今天大家看到Marco就会知道 Marco一向对家具都非常地谨慎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全球的家具设计呢 因为一般定制家具 我们一般在选用的时候 不外乎就是选择像进口的家具 或者台湾本身就有定制家具 对啊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本身 定制家具的品质普遍都还不错 那但是就全球来说 它们的定制的家具 还有我们常常想要要求的一些 设计方面的东西做出来的 它都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还蛮重要的 这一点我想相当重要 因为一般的消费者 其实有时候像 尤其像我自己本身 有挑选家具的经验 然后一到了 比方说可能那种家具公司 就琳琅满目嘛 其实很难从哪个家具开始挑选起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个设计师 他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可能有哪几间的设计案 或设计的家具 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对啊 因为我们一般会以我们自己的风格啦 就是我们喜好 还有包括说整个设计出来的空间 硬体已经完成了嘛 通常家具就会软件啦 那就会从这个硬体的风格来决定说 我们要挑什么样的家具 那请问如果像一般的消费者 开始要去选购家具 你会建议他要从哪些细节开始看齐 其实家具的部分啊 刚刚有提到说第一个部分就是风格啦 我们由大看到小 大的话就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然后还有设计出来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风格 决定好风格以后 再来我们就要去看家具了 那刚刚提到说家具的选择上啊 对 可能你第一个注重就是尺寸啊 对啊 你总不可能说餐厅很小 然后你买个这种食人的大圆桌 放在里面也很奇怪 对啊 再来就是配色啊 然后还有甚至于他的五金 都是挑选的一个细节 像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最好 设计师可以跟你一起去挑选那个家具 对啊 这最好的啊 对啊 对啊 最不会有差错 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很多的消费者 其实也会担心说 那我今年比方说我买了这一款的家具 那明年呢可能不流行了 那是不是我就又要换了 那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消费者 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比较退流行性的挑选 是 其实流行这部分刚刚提到跟风格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我觉得有一些台湾普遍流行 像现代简约啊 或者说像是新古典的风格 都是比较没有这么容易退流行的 那另外再还有一个挑选重点 我觉得家具不要选那种太复杂的 尤其它颜色不要太夸张 然后它的造型也不要说太复杂太琐碎 真的 可是我想请问马可 要像比方说像今年啊 有很多的家具风格 就可能流行很多什么所谓的马卡龙颜色 或是颜色非常缤纷的 或是有那种颜色有那种什么强烈对比 像我曾经就有看过那种什么红色啊 然后搭配绿色的 对 那你对这方面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要回到空间本身啊 如果说你今天空间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然后你要选择那样的一个家具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那不是为空间加分 反而是非常大的一个减分 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说 你未来如果要在它的持续性 那这样子的风格 如果颜色太重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可以你自己看的习不习惯 对啊 对 我像马可刚刚提的一个就非常好 就是说你说建议在挑选家具上 不要挑选过于复杂性 你所谓的复杂性是什么样的一个复杂性 其实大部分的人习惯在看不只家具 很多东西啊 甚至于说我们在挑一些项链 或是精品都会有一样 就会觉得说当下看它的东西的时候 觉得哇设计的好复杂 很华丽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棒 那但实际上当你拿到说 配到自己身上 或者说是你拿到这个空间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它怎么会这么的突兀 因为它太过于华丽了 所以会变得有点很奇怪 那太复杂了这样子 所以你还不如说 把线条挑的比较简约一点 因为我们人看到的时候 是很多的线条的 人的眼睛是看到很多线条 你不像我们在挑东西的时候 只专注在那个东西上面 对那回到我们自己空间的时候 如果说你挑的太复杂 不够简单的话 那在那空间就会觉得 整个感觉是很奇怪很突兀的 那我们在全球家具这里面呢 是不是也有帮客户去做很多量身打造的家具呢 就会 因为现在在定制家具这一块啊 它有很多是可以符合说客户它的需求 从它的尺寸大小 而且很棒的是说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在现场看到一个三人座的椅子 那但是我们今天想说我们空间没有那么大 我们要改成两人座的 那其实它会按照这个所有的比例 从扶手到靠背 然后到整个比例 按照原比例去把它说成两人座的比例 怎么样是最好看的 那就会按照这个比例去做 其实这是定制家具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那比方说像Marco 比方说你也很多的设计案里面 你会很建议客户 然后去做这种量身定制的家具吗 会耶 定制家具最大的好处刚刚提到说它的材质 还有一个就是舒适性啦 为什么会建议客户去挑是因为说 你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这是不是你喜欢的 你坐一坐这个沙发躺一躺那个床 你才会知道这是不是你喜欢的 那如果你今天喜欢了这个材质 喜欢这个布你做起来也很舒服 可是你觉得它颜色不OK 那你要换也没得换啊 或者说你原本布的你想要换成皮的 那如果是用定制的方式 几乎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一个要求 然后就把你又坐得舒服 然后又好看 然后那个放在空间感觉也很棒 我觉得这就是定制家具最大的一个优点 谢谢Marco今天带来这么多分享 不过刚才Marco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挑选家具的同时 一定要挑选一位好的设计师呢 带着你一起去看怎么样挑选适合的家具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咯 我们的节目咯 �ике坚子